你大爷 什么事 什么事啊 什么这是 负心汉 班长 你可算回来了 班长 你看看谁来了 睿哥 七少爷 慢点 睿哥 我回来了 睿哥 来来 忘了介绍了 七少爷 这位 是咱水云楼的大股东 程凤台 程二爷 二爷 他呀 叫汉林苑度假的七公子 叫杜洛成 专门给我写戏本子的大才子 七少爷 九样 你大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这是 负心汉 负心汉 你认错人了吧 你今儿总算落我手里了 走 走 七少爷 你快别动手了 你去下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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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行 行 咱水云楼动手动脚 不过组织爷了吗 你推我 我是你的文曲星啊 我还是他的财神爷呢 你还敢还嘴 行了行了行了 行 行 行 比划两下行了啊 你们俩都是刘国阳的体面人 二话不说就动手动脚 还打架 打又不会打 花拳绣腿了 还不过丢人的呢 我丢人 他使乱中气 他才丢人呢 我打的就是你 我就起来怪了 我负了谁的心 行长爷 您倒是说说 二人负了什么您了 对啊 不是我 程凤台 你听好了 苏珊娜 谁 苏珊娜 谁啊 说什么啊 苏珊娜 不 你说的是她呀 她呀 你想起来了吧 你赖不掉了吧 想当年 苏珊娜对你 一往情深 你起开 对她是一往情深啊 还说了 非她不嫁 把她照片放在身上 天天看 天天看 跟魔障了似的 可她呢 抛下苏珊娜就回国了 好你个程凤台 你说 我叫你生傅心汉 冤不冤 你要是照这么说的话 那我还真是够冤的 你够来劲了 苏珊娜 你敢 你敢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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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啊 有个女同学 叫做苏珊娜 跟我关系不错 苏珊娜呢 跟我说 说有一个东方来的留学生 追求她 半夜爬上她二楼的阳台 敲窗户 要给她递玫瑰花 怪吓人的 她呢 就问我借了一张照片 说是要假装是她男朋友 好让那个人 知难而退 结果没想到 那个男的 居然就是你 七少爷 谁啊 可惜啊 苏珊娜 对你没有爱情 当然了 对我也没有 她爱的是围巾海盗 嫌弃我们东亚男人 不够强壮 不信啊 你想想看啊 当时 她为什么不演公主 一定要演美人鱼 为了让那个丹麦人 打横抱着她呀 早知道这点肌肉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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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老板 我得回去收拾东西 我先告辞了 您慢走 二爷 七少爷 咱们改日再续啊 对了 下回走 别下回了 这回走的时候 咱们走大门 别翻墙了 慢走啊 你还没过来 让我再继续啊